我們請Annie 那再請...應該下一個是我啦 等一下,我先關了一些 不怕東西太多 好,那這邊 應該這個 看是要哪一個 這個 好,大家好,我是Linex Adelsey的Annie 然後今天 因為紅星不在,然後我今天來參場面這樣子 然後我今天要來分享我們 專案的提案這樣 然後 這是我們專案的背景就是 因為我們發現資訊教育缺乏動手創作 然後還有一些大家 初學者會在設定環境的時候遇到很多困難 然後在學校課程中也很難建立資訊素養 所以我們提出了一個 就是給資訊初學者 比如說包括高中跟自學生 還有作業系統的學習者 跟資訊教育人士的一個解決方案 就是 我們的網站是一個 以城市初學者為導向的數位學習平台 然後以指令教學為主軸 用遊戲闖關式的方式來學習指令 那我們稍微介紹一下我們的團隊 這是我們之前畢業的專題 然後主要包括成員四個人 就是紅信、泰林、我跟子瑞 那今天 最後我一個人在 對 然後我主要負責的是前段測試跟設計的部分 那我們的網站呢 有的特色其中一個是包含 我們有互動的課程引導 比如說你在下面打了一個 那個中分級的指令 然後上面就會立刻跳出它的回應 還有我們有一些小故事在上面 那這個視覺化工具就是我們右手邊的部分 可以直接看到我們檔案的結構 然後這樣也不用怕你 這樣可以就可以更視覺化你輸入了什麼東西 然後你要從哪裡去接取到什麼資料 要用什麼路徑 那錯誤提示的部分呢 就是比如說你打錯了指令 然後我們就會有一個 有一個那個 回應會說我們會告訴你 就是因為如果他只是 他只是直接 直接給你一個找不到指令的話 那他就會 你就會看不太懂他就有說什麼 那我們的未來發展方向呢 就是會有更多課程 然後提供專案證照 或者是開放教學工具的部分 那我們專案的提成呢 就是目前的成果是已經公開網站 然後還有Windows跟Linux的開發環境 然後有15個關卡 那我們中期的目標大概就是 把個資保護建立起來 跟行動版的網站優化 最後是融入學校課程 跟有更大的使用群眾這樣子 那我們資源的運用呢 會需要在 制服器網域族介跟一些諮詢 跟推廣活動方面會需要一些資源 那我們預期的成果呢 是最近希望 非活動期可以有穩定的新的使用者 然後長期想要取得教育機會 跟實際上更多語言這樣子 那我們今天想要找 然後程式初學者來試玩 然後教育工作者 來討論我們跟教學的可能性 最後就是資產跟法律工作者 我們想要討論 個資跟資產上的問題這樣 然後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 謝謝